嗨 欢迎回来开机店 我是韵语 现在时间是放完了廉价长假 我要安排了一个海外旅行去上海 那我有带好几款的科技产品 跟着我一起出国评测 后续呢 影片就会慢慢发出来了 那今天这支影片 看影片就知道了 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这次去上海呢 总共9天的时间 现在回来就是有点为种为种嘛 吃了很多东西 那陪朋友看看家人 我觉得时间也过超快的 一起随身带着评测产品是JBL Soundgear Sense 开放式的蓝牙耳机 那我们先必须说 其实我个人啦 对JBL的耳机品牌可以说是 久仰大名 一直在我的耳机评测的名单当中 毕竟啊 不管在品牌历史其实已经有80年了 还有在它的声量 在网路上的讨论度跟品牌力 其实一直都有蛮高蛮好的评价 它又升为是Harmone旗下的音讯产品 其实啊 如果是汽车迷 一听到Harmone品牌 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说 哇 很期待喔 是有料的一个品牌 那我自己当然也是非常期待 但是越高期待呢 我们就会用越高的标准来看 所以JBL Soundgear Sense 我们就先一起来开箱吧 在盒装内呢 有耳机的本体 充电盒还有一个可拆式的卸井环 那它还附了一个是品牌橘色的充电线 它的充电盒啊 其实是扁扁的土圆形 我觉得虽然体积稍微大了一些些 但是其实还蛮好手拿的 大家可以看到呢 可以放入我的小废包内 然后再加上我的补装用品啊 护照啊 台包证全部都放进去 所以会一起带上飞机 那前方呢 其实有个电源指示灯 然后它也会显示 目前正在充电的电量 那按照呢 它这个放入的形状 其实我觉得收纳来讲还蛮直觉的 它是Type-C的充电孔 那品牌呢 有个型号的小名牌 跟这个产品型号都在后方 我很喜欢呢 这个橘色的品牌充电线 它是扁线的设计喔 所以我觉得也算蛮好收纳的 虽然说它的长度不长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 就是这个很有一个品牌的识别度 所以就是橘色的JBL 我蛮喜欢的 如果是我自己要挑选开放式蓝牙耳机 我首要最在意的真的就是佩戴感 那这款呢 它虽然是开放式蓝牙耳机 但是耳机的体积本身我觉得不会到很肥大 那我最有感的是呢 它有一个是可调节式的耳瓜设计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包括这个角度啊 跟档位啊 都可以很细节的去调整 那它的耳机的发声单元呢 因为可调 所以它就可以让这个发声单元 去对准每个人不同的耳洞 它的电池设计呢 在耳机的本体上 那耳挂的这个支架其实蛮有弹性的 而且很细长 像是啊 有些人可能是眼镜族 或者是像我啊 虽然戴眼镜 可是我外出场想戴墨镜嘛 这样两者交叠佩戴我觉得也很有 算不会来一起搭架 那盒装内呢 它还有附一个颈环 是这样的 所以你在户外运动啊 或者是比较剧烈 需要跑步等等 有些用户呢 喜欢搭配颈环佩戴的话 其实就很好用 那它拆卸也很好拆卸 那不使用耳机的时候啊 它就可以把耳机一起挂在颈上 那要佩戴起来呢 我觉得也可以往后去顶住你的耳后 其实就会有更好的固定感 那这款耳机的重量单边是12.85克 但是佩戴起来 我觉得它的配重感其实真的很舒适 我会形容几乎是零异物感 在长时间聆听音乐啊 使用上都不会有压力 那它的连接性呢 它是使用最新的蓝牙5.3规格 在Android或是Windows系统呢 有支援一秒连接 就是开机它就可以直接来配对了 那iPhone的iOS呢 目前是不支援自动配对 需要手动的去选择蓝牙 在第一次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配对好之后 一樣 它也是可以启动自动配对的 假设你是很喜欢曾经在自己的小宇宙啊 或小世界里面啊 我会推荐你去选择耳招式耳机 或者是入耳式的主动降噪耳机 但是如果你是有运动需求 或者是你比较需要跟外面的世界有连接的话 或者是你就是很喜欢最自然的那种通透感的话 其实开放式耳机我觉得会是一个最棒的选择 但是往往啊 有些人可能就会认为说 那选这种耳机在音质上可能就要打些折扣 不过其实JBL的Soundgear Sense 它使用的是16.2mm超大的一个驱动单体 所以本身它在单体的设计上 我觉得就可以享受很棒的低音体验 那再加上前段有提到它可以可调节的这个耳挂 让发声的单元会直接对准你的耳道 所以声音其实很清晰 很大声也很响亮 那我觉得可以说是同类产品中啊 最棒的一个低音体验 那另外一般开放式耳机会遇到一大痛点 就是会有漏音的问题 JBL Soundgear Sense 运用的是JBL OpenSound的技术 它会将漏音的问题来降低 我们就直接实测给大家看 我们现在来做漏音测试 我现在耳朵耳机里面其实已经有声音咯 大家可以来测试看我在听什么 只看五不堪妞啊 现在听起来 没听到 那我们大声一点点 这样其实已经很大声了 副歌要来了 来 有听到一点音乐 但是这不是什么歌 怎么样 知道我在听什么吗 听不出来 知道你在听音乐 但是不知道听什么歌 嗯 一般也 也不会靠这么近听嘛 要听恐怖 在正常的音量下 旁人间并肩的距离应该是听不到耳机的音乐的 我有把耳机带着外出慢跑 然后运动稍微热身一下 剧烈晃动一下耳机也不会松脱或滑落 那边跑步的时候啊 你可以一边听到户外的自然音音 有虫鸣鸟叫 那那种天然的通透感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般降噪耳机模拟不出来的 那一边运动一边听音乐的感受真的很棒 那戴着耳机啊 其实也可以跟店员直接点咖啡啊 做对话 那当然耳机本身它有支援触控的一些操作 那分别为左右边不同的操作选项 例如说在右边呢 你可以控制多媒体的播放啊 那左边呢 可以控制音量 像单级双级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操作按键 可以去做设定 那在长按的部分呢 也可以换出语音助理 像我搭配iPhone使用的话 就是可以换出Siri 去帮你做各种的工作 那以上的设定呢 都可以在JBL的App当中去做调整 或者是自定自己更旧手的选项 在App当中呢 除了手势设定之外 也可以看到包括像是充电盒 耳机的电量 最棒的一点是 它竟然还可以自定EQ诶 可以自己拉低中高音的设定 这个功能其实我蛮意外的 它会在开放式的蓝耳机当中 竟然可以使用 那当然如果你就是偏木耳的话 没有那么专业精准的话呢 JBL有内建了五种的EQ设定 可以直接做选择 那这几款的EQ呢 其实我都有听过 如果你喜欢低沉 然后重低音感多一点点的话 像是Jazz或Bass 我都非常的推荐 听起来都会很有感 另外呢 也可以包括自动辨别 声音或者影片模式 然后左右耳的平衡啊 寻找耳机到自动关机等等 都可以在App当中做设定 不过顺带一提的是 目前的JBL的App呢 只有支援英文 跟簡體中文的介面 我覺得這點就蠻可惜的 麻煩來敲個玩啦 敲敲敲敲敲敲 原廠後續趕快盡快的更新繁體中文化 不過在耳機的語音提示啊 都會有中英文是可以選擇的 耳機本身呢 也有支援IP54的防塵防水 所以你在戶外的防水防汗的情境 是足夠使用啦 當然你說要去給他泡水或什麼 當然是不行的 所以奶油手的用戶也是要多小心好嗎 簡單擦拭其實也很好清潔 那以上的測試啊 都是一般我們針對開放式藍眼耳機 會想像的到的應用場景 就是偏戶外偏運動的設定嘛 但JPL Soundgear Sense 在商務的應用也是對於工作啊 或生產力方面 我覺得竟然也是最驚艷我的部分 它支援雙裝置連接 而且不是只有支援手機哦 它還可以同時連接 像是我的手機或平板 或是兩支手機等等 所以我可能在聽我手機上的串流音樂 一邊工作的時候 诶 平板可能有一些視訊會議 或視訊通話來電 我也不用做切換 可以馬上的 就直接接聽起來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非常的加分 另外它支援了四麥克風 我們來連線一下 測試通話品質 我們現在呢就來跨海實測一下 這款的通話方面的收音 這個耳機呢 它有四個麥克風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它的收音表現 然後我們現在現場呢 其實後方有一個施工的聲音 我們現在有現場的收音 所以大家可以比較看看 兩者的收音表現 這個耳機呢 其實很適合問獎 可以單耳搭配之外啊 其實跟外界或是乘客 還是可以保持互動性 那問獎也可以用 兩個手機一起來使用 可能分為私人使用 或者工作使用 官方的續航數據呢 我們先上給大家 它是24小時 就是單耳6小時 加充電盒搭配要是18小時 那全部滿電 需要大概兩個小時的時間 不過它有支援快充 就是你充15分鐘 就可以聽四個小時的音樂 我覺得非常夠用 那這點也很優秀 另外官方的通話表現是 3.5小時 聽音樂是6小時 我自己的實測數據呢 是聆聽音樂一個小時 掉電10%左右 在語音通話的部分呢 一個小時是 左右耳分別掉25-15%不等 所以應該是有符合 官方的3.5小時的一個數據表現 我們來總結 JBL Soundgear Sense 開放式藍牙耳機 我覺得它的佩戴舒適度表現 真的非常優秀 那在音質上 我覺得也不馬虎妥協 佩戴舒適度很高 沒有異物感 很適合長時間來使用 在跑動啊 或是劇烈後動的時候 也不會很容易脫落 基本上啊 就滿足了我選擇 耳掛 或開放式藍牙耳機的 第一個最重要的條件 那在音質上 我覺得它也蠻有效 解決這類耳機 會有露音的問題 再搭上它的16.20mm的驅動單體 低頻感很重 所以在戶外運動 你也可以享受音質的體驗 可以自訂EQ 跟雙狀自連結 都是在這類同類型耳機當中 我覺得比較意外 有搭配的規格 算是一個驚喜的亮點 那當然比較少可惜的地方是 App還沒有繁體中文化 很期待後續可以透過更新就可以支援囉 另外是呢 我有發現啊 在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在充電盒裝上呢 這個品牌的LOGO 因為它有一個小凹草嘛 它比較容易留下灰塵 但是我覺得其餘在清潔上呢 應該都不是問題 所以總結來說 如果你近期想要找 舒適感很高的開放式藍牙耳機 我覺得這一款呢 會是我首推 那在功能面啊 音質上 我覺得也能端出 和其他競品 較勁的實力 所以以上呢 就是我們針對 JBL Soundgear Sense的完整評測 如果喜歡我們本支影片的話 或喜歡我們海外實測的話 麻煩挑完起來 我們就會有更多經費 去海外做實測了 然後越來越猛越來越猛 欸不行啦 好啦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 我們就下支影片 會 م 早 추가